大家好 今天是纽约时间 2024年5月6日星期一 这里是纽约22日的Alex 今天我看到一段杂技演员 从高空坠落身亡的视频 这引起了我的关注 视频中五位杂技演员 正在三米的高空表演 结果掉价断了 导致最上面的一位演员滑落 进而又引起了下面的两位演员坠落 看起来十分的惊险 这个事件是发生在福建的厦门00国际马戏城 这个马戏城有一个空中芭蕾的表演 几位小演员在三米的高空 做出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空中芭蕾的表演开始了 现场是坐无虚席的 很多观众拿着手机来拍摄 并连连发出惊呼声 就在4月26日这一天 杂技演员表演的时候 马戏城在天花盘上 吊着一个类似铁架子的表演道具 这个道具一直在不停的旋转 有三位的杂技演员 他们在最高空 一条腿勾着铁架子 另一条腿则挂着一个演员 三个人就成为道三角的形状 整体上看 这就是一个节目 有五位演员互相协作的表演 也就是说其中任何一位表演失误 就会牵连其他人出现失误 十分危险 当然了 既然能够上台表演 就表明说他们已经非常熟练了 对这个表演自然是胸有成竹的 可是世间的万物万事总是会有意外 这五位小演员在表演的时候 起初还很默契 可是突然 左边的小演员勾住的铁架子脱钩 导致演员的腿部脱力从铁架子上滑落 勾在他腿上的另外两名演员 也顺势摔落在地 尤其是中间一位小演员 因为毫无防备 大脑和身体没有任何的自我保护 一下子就被上面和下面的演员 重重甩在地上 瞬间就不动 据警方介绍 这个演员被送往医院就医后抢救无效 已经离世了 让我很感慨 我们知道这个杂技 尤其是中国杂技 在中国传承的历史非常长 从小的时候我们都看过 各种耍盘子 各种魔术 各种钻火圈 这么多的杂技 都是以它的惊险刺激和难度大出生 这种技能要换在美国 绝对是不允许的 在古代 在中国只有穷人家的孩子 才会被卖身学习杂技 还有唱戏 因为当时认为穷人家的孩子 认为命是不值钱的 但是在现在 现代的杂技 已经成为了一项表演艺术 但是大家千万不能忘记它的危险性 我希望警方借助调查 也希望马戏团能够好好配合 要还死亡的演员一个功道 很多人都在问 这么危险的表演 为什么没有安全神呢? 肯定是不好看 理论上为什么也没有安全网 人是可以随时从空中失守落地的 当然了 有的网友说去年看节目的时候 他们也看到了有一个小孩掉下来过 但是那时候下面还有网能接着 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管理混乱 或者惊险程度不够 就没有放安全网 显然 这个马戏团 没有加强安全保护 反而任由意外发生 确实需要警方好好查一查 这又让我联想到了一个事 在美国来自山西 闯荡北美的一个华裔大姐叫牛蓉 别人管她叫小熊猫或者叫红熊猫 她是NBA 美国篮球中场常驻的表演嘉宾 这个牛蓉现在已经是大妈了 当年还不是 她从1993年开始 她都进入了NBA的赛场表演 到今天她被誉为最受欢迎的NBA中场休息明星 很多人甚至专门就是为了来看她的表演 而选择当次的比赛 她是穿着东方传统的服饰 她脚踩着3米高的独轮车 在NBA全明星的赛场上表演踢腕 耍杂技 这种画风 一般在美国的NBA 一般中场的表演 我们看到都是拉拉队 吉祥物 吉祥人打魂 最多是一些魔术之类的表演 突然杀出了一个野鹿子 美国人既没见过 又感到和环境不和 全场观众当时是非常疑惑的 他们看到中国杂技踢腕 落着好几个腕 甚至有的腕还是正反叠着 普通人拿手端着一个一正一反的腕 你也很难端平 可是被她这么一踢 一落腕 就能够一个一个跌到她的头上 一般人是无法想象怎么办到的 所以这个牛容大姐 通过了踢腕 调动了场内的气氛 成为了NBA全场观众情绪的绝对的统治者 这个牛容据说每次表演才5分钟 收入达到了2500到3000美元 差不多相当于1.8万到2.2万人民币 还有很多的大学的篮球联赛也预定她的表演 她甚至出现在了NBA的官方的游戏里 成为了NBA的经典的偶像 牛容有人推荐她要求进入美国的篮球名人堂 当然了 后话我网上没有查到什么资料 这个牛容是1970年出生在山西的杂技世家 青年的时候她跟着上海的杂技团进行国际巡演 当她首次来到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时候 当时她看到美国观众看中国杂技特别激动 所以在19岁的时候 这个牛容定居了美国的旧金山 陆续在一些表演的项目中打零工 同时积极推销自己 名声就慢慢大了 当时她是给各大马戏团 当时这个马戏团还在美国是合法的 继续推荐信 她迟迟没有回音 没有人想看她写的叫做T1姑娘 所以被人建议说你最好改个名字 所以在90年代初的唐人街新年活动里 组织者说你最好改个名字 因为红是中国的颜色 熊猫也象征了中国 所以这两个词组在一起 你就干脆叫红熊猫或者小熊猫 所以这个牛容就给自己起了一个译名 叫做红熊猫或者小熊猫 她这种杂技表演的走穴的生活零零碎碎 直到了93年感恩节之前一天 有一个叫做雷诺克拉克的人才经纪人 给她来电话 说NBA赛场中有一个表演者受伤了 需要替补 在洛杉矶快船队的中场休息时 就需要你来替换节目 所以人要准备好就会有机会 就这么一个机缘巧合 中国式的杂技首次亮相NBA的赛场 从此牛容由此开始了长达30年的NBA表演生涯 光是她刚刚进入了NBA的1994到95赛季 她就表演了多达40场 多支球队抢着预定她的表演 直到现在全美的大学的篮球队 多家重要的篮球馆 牛容几乎都演过一遍 当然了 在2013年的时候 突然两个NBA的赛季 观众见不到牛容的身影了 有人谣传她退休了 但是原来是因为她终生的师父和严厉的父亲 祖传的杂技的老师 患上了食道癌 她就照顾她的父亲 她父亲病逝以后 她就患了比较严重的抑郁症 因为她作为她这个技能 从7岁开始 一辈子就练这么一个动作 活着就是为了把碗抛向空中一瞬间 在2015年的10月 灰熊队终于盼来了小熊猫的回归手秀 当时多家媒体非常兴奋地跟进报道 那时候她已经消失快三年了 已经快被人认为是老艺人了 每个人担心她这个完美的功夫 是不是会保到未老呢? 没问题 球迷再次感受到了她的踢碗绝活 并且已经把她这个中场踢碗 成为了NBA传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一种对她来说深厚的情感 对于观众也是 已经无法用语言来解释了 现在50多岁的牛绒 还是像90年代那样繁忙 更多的表演机会还在等着她呢 她的短视频也让她在Z世代群体中走红了 目前她还没打算退休 她说自己虽然年纪长了点岁数 但是还要不断的精进记忆 走进更多的赛季和世界各地 为她的父亲致敬 因为她的父亲跟她说过 她说如果你为某件事情付出了全新的投入和全部的努力 哪怕是一件大多数人都不同的事情 你也不要轻言放弃 当然了她将她父亲的教诲牢记于心 总结一下 尽管开头不大高兴 这个杂技容易出现事故 但是牛绒的故事告诉我 你当一件事做到极致的时候 你就对活着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没关系 我的谈话特点就是经常走题 当然最后又走回来 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分享 谢谢各位